记者沈佩聊台北报道,台北市长柯文哲魅力横扫蓝绿,日前更获中国央视肯定,制作二分钟报道,并在结尾称柯有可能竞选下届总统,因此有平面媒体分析认为,柯在2020或许将成蓝绿,两岸最大公约束。 对此,柯文哲金早受访虽未正面回应,却说,他也是整个台湾社会最大公约束。 柯表示,以前当医生,加护病房,急诊有个特色,就是虽然是主治医师,但不能选病人,病人送到急诊总不可能先问他是国民党,还是民进党,就是病人,都要处理,差别项比较少,大概是这个背景, 好像和谁都可以对话,这好像是我的特色。 此外,针对是否筹组政党,柯连日受访皆已常常在报纸上读到他的选战计划,人事布局,实在是很好笑回应,金则表示想到一句新成语谣言起于智者,也就是说,很多人在制造谣言,内心一定有特殊目的。